由于1989年六四事件而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民运人士 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 4月6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突然去世 享年76岁 海外人士纷纷对方励之的逝世表示哀悼 并计划组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但是方励之去世的消息却被中国大陆当局严密封锁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本质邪恶 欠下无数血债 民众千万不能对它再抱有任何幻想 根据网友在推特上发的推文 星期五六号早晨 方励之正准备去学校上课 临走前咳嗽一声 倒在书房的椅子上离世 方励之曾经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 是中国最知名的异议人士之一 在1986年的学生运动中 与刘斌燕、王若旺一起成为三大领军人物 1987年 三人被开除党籍并受到全国性批判 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 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 一年后才得以离开中国 对于方励之的突然离世 海外人士和一些大陆民众感到震惊 纷纷表达哀悼之情 并准备发起纪念活动 原山东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持人 刘英全对新唐人表示 方励之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 89年的六四运动能够兴起 与方励之有很大关系 方励之到美国后 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做出贡献 刘英全说 他的去世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大损失 刘英全还指出 方励之、刘斌燕和王若旺三人 作为民主运动的先驱者 都无法再次回到中国大陆 先后带着遗憾在海外去世 让人感觉痛心 对我所知 这三位老先生都是想回到中国的 都是想回去以后 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的 但是他们都没有 不能来实现自己的这种心愿了 就是这种最基础的一种心愿 很难实现 这是中国的一党专制的 这种体制造成的 近年来大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曾多次谈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也有消息说 温家宝曾建议为六四平反 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 原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吴仁华说 这个问题是像 护恤六四死难者家族这些 就是说个案 而且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容易表达善意的问题 他都没有去做的话 那我就更不太相信 就是说中共当局他会有所谓的平反六四的动作 中国民主党美国委员会主席张建也表示 中共欠了太多的血债 已经无法偿还 人们一定要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不能寄希望于中共所谓的政改 只要有这个体制在 无论是谁 无论这个人 包括温家宝或者说他心里也有一丝内疚 也有这种良心的发现 但是我认为都是顺严的 那么永恒的东西就是他对这种体制的维护 千万不能抱有任何的幻想 与海外不同的是 方立之去世的消息在大陆遭到全面封锁 各媒体只字未提 网民们在网络上转发的信息也被当局删除 现在十八大的情况 再加上薄熙来与周永康 王立军之间这种 和暧昧的这种关联 在这个观念的时候 他们非常害怕 方立之先生的影响呢 在国内的知识圈里面呢 非常的重要 他是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领军人物 在这个期间 中共肯定不愿意 把方立之先生的这个离世的消息呢 扩散开来 方立之生前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天体物理学教授 因为在宇宙学和早期宇宙的 物理学方面的重要工作 于2010年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市